一个term我们叫做missing 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就可能我们比它思考的会更细致一些 但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对吗 没对象就还是没对象 那戴伦我很好奇的是 你上咨询行业的话 你们一天大概是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包括你们出差啊 我听说加班也非常厉害 就是你能跟我们谈一下这方面的体验吗 那一般我们的工作都是以项目制 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两个月 一个团队这么四五个人 大家就是共同来解决客户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一天就是早上九点十点 大家开始工作 我们肯定会安排一些客户的访谈 了解客户他现在有什么 他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我们可能会问一下这个行业的专家 因为我们要获得一个行业的眼光 他的其他的主要的竞争者 或者其他类似的可比的行业 比如说如果我是做服装的 那我可能会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运动品牌 他本身做得很好 或者是鞋类的 因为大家本身在行业上可能挨得比较近 去了解一些他们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来借鉴 接下来的话 我们手头上就会有一些分析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拿到了客户的所有数据 把他的行业或者是客群都细细地拆分一下 看看各自表现怎么样 同时我们可以拿他去做对比 跟行业整体做对比 跟其他的对标公司做对比 跟行业新兴的一些新的公司去做对比 这本身是需要背后有很多的数据的分析 所以你们作为一个consultant 你会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吗 好比说你是做零售的 你就非常专攻零售这一块 他所有的一些公司和市场发展 是这样子分的吗 会根据个人的兴趣而已 如果你真的是对一个行业充满了热情 当然可以说 我就一直希望上这个行业 或者是这种类型的项目 但大部分时候 就大家作为刚毕业的同学 其实对于各个行业都是好奇的 都是想知道的 都是想看看的 银行是怎么做的 券商是干嘛的 临时他们是怎么造出来的 汽车行业听说这两年不景气是真的吗 等等 就大家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那其实咨询公司的好处 是在于说 它本身有很多业务条件 那我做完了这个东西 我觉得有点收获 但不如做做那个看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会渐渐发现说 这个可能是我的兴趣 而同时大家会考虑自己的专长 觉得我就是很擅长于这一个领域 或者是只有的同学 他比较能吃苦耐劳 那可能去做工业品的项目 能够接受去出差的 能够接受去戴着安全帽 去实地去考察的 每个行业的吸引大家的点可能不一样 每个人适配的点可能也不一样 我们继续说回那一天的流程 我们可能要去组织一些消费者的访谈 那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东西我们叫focus group 比如说我们找六七个消费者 他们是同样背景的 都是女性的运动爱好者 我们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们看看说 大家都买什么牌子呀 大家体验怎么样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获得一些纸面上的数据 没有办法获得的东西 你不仅能看到女性运动内衣在增长 你还能够了解到说 大家是怎么看待它 那些牌子做得好 究竟是因为它的产品质量更好 还是那个代言人找对了 还是那个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买的 或者他真的找李佳琪带货就很有用 等等等等 那其实我刚刚讲的 它就涵盖了你的产品本身 你的价格 你的marketing 你的渠道等等 等等各个方面 那这些都是有可能造就 一个行业成功的因素 有了这些之后 那一天肯定会跟合伙人 安排一个会议 报告一些我们有的一些发现 我们可能要准备材料 怎么把我们的发现 用一个比较吸引人的storyline把它串起来 然后讲给客户听 通常来说 这个时候结束一天的工作 就是大概在停晚的时候了 不同项目的差异其实挺大的 比如说你配置的人手比较足 客户本身也不是很挑剔 相对轻松一些 八九点九十点就可以收工了 正常的项目对我们来说 十一点到十二点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运气 如果再惨一点的话 可能就会到比较晚的时候 比较晚是多晚 多晚都有可能 我听说你们咨询出差的量也非常大 是真的吗 有的时候客户可能会要求你住场 住场的意思就是你在那边跟他们一起工作 那无论这个东西是因为说 有一些数据只有在客户的机器上才有 你要去那边获得 或者说那边有很多访谈 你得访谈那边的高管 或者有的只是单纯觉得说 怕你们干活不认真 那当你们安排一间会议室 你们在里面干活 我们在这边看着 结合我自己的情况的话 三年的时间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是不在上海了 在北京 在香港 在深圳 在广州都有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次 给一家金融机构去做 他们的高净值用户的了解 就是在他们这个机构上存了很多钱的 想看看他们本身是怎么想的 因为他们发现 似乎最近用户流失的有点严重 那我们就去做了将近有50个这样的访谈 就去一对一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高净值用户 我相信你是个高净值用户 然后我来跟你做访谈 这是你所说的focus group吗 这不是 focus group它的要义是在于一定是很多人在一起 然后大家互相碰撞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同意你 那个是 但是一对一的话 其实更想是把你的情况完全了解清楚 那在那个情况下可能就是 北京我访了10个然后飞到深圳 我再访了20个然后到广州 因为其实不同的城市大家的习惯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很多时候会觉得 也挺亏的 因为感觉房子白租了 一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不在家 但您的房子还是要照付嘛 就还是挺亏的 我在美国有的朋友他做咨询 他是直接Airbnb房子 周末回去住一下 平时都不住在那里 这样房租可以省下超多钱 是啊是啊 就有很多就即使在自己住的城市 他可能也不会再去租个房子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出差了 对吧 那你们平时一周要工作多少个小时呢 大家都知道投行的标准是一周100个小时 那我们的话可能估计一周在70到90个小时 感觉还是有的 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吗 就年仅好的话就一直能有项目卖 差不多就是这个状况 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叫beach beach就是沙滩 意思是说我不用去做项目 那B市上的话其实你就需要帮老板去做一些BD的事情 Business Development 我要去准备一些材料 约一些潜在的客户去跟他们谈 说你觉不觉得这个话题很有兴趣 这个零售商开到你们家门口来了 你怕不怕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呢 制造恐慌 对 但恐慌可能是一种 或者说你看那个机遇很好 他们都在开始做了 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从中学到了很多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企业 他们是怎么想问题的 有可能我们从外人的视角感到说 有一些公司可能应该感受到很恐慌 那他们其实没有 可能他们背后不是不了解 而是他们了解了之后觉得 这也没什么好怕的嘛 一方面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一些 他们可能不知道的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边 学到很多他们自己的感受跟看法 相对来说我们也会提升我们的竞争力嘛 客户信任我们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是所谓的行业专家 我们不知道行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问你 从这样的交流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你会觉得说你们做咨询这一行的人性格上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共性吗 相对来说大家都非常open 你本身作为一个乙方 其实你是要去服务他们的 你要去解答他们的问题 很开放的去了解各方面的声音 或者说我本身在待人接物上面是一个 称不上八面玲珑了 但是怎么讲就是待人接物上比较成熟的一个人 然后其他的话我觉得好奇心会比较强 我们会讨论一些问题 看到一些发现 在我以前接触的同学里面 大家就OK 这个是这个那就完了 但在这里大家的发现往往是 interesting 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 然后有了这个不一样之后 它一定会有下一步 无论是去查原来这个词是这个意思 原来外面它现在已经有这种技术了 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对于一些事情是很好奇的 而这个好奇是装不出来的 就我觉得有好奇心 然后待人接物比较成熟 还有可能就是工作比较高效吧 但个性上如果你说内向外向 我觉得其实都有 有很多同事说有一点点antisocial的那种 可能他对于数字很敏感 你就安心把那些后台的活来交给他 那前台的事情我们可能就帮他做 就也有这样的内心 所以真的从性格上来说的话 内向外向本身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在咨询内部其实有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 不是说需要你一个人把所有的活都给干了 明白 因为我有听说咨询公司它们有分不同的专攻 比方说有做management consulting更加strategic 然后或者有一些特别technical的更技术相关的一些consulting 你能大致给我们讲一下这种不同分类是怎么样吗 管理咨询和技术咨询这两个相对来说分的比较开一点 但其实在管理咨询内部它也有很多比较细致的分类 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叫战略咨询 以代表就是我们常说的mbb mackenzie bcg和bain对吧 那接下来它会有很多的日常的运营的咨询 告诉你接下来你的生产流程可以怎么优化 那其他的我们还比较熟悉的会有人力的咨询 比如说我们的养老金薪酬怎么办 我怎么来激励我的员工 我的组织架构现在是不是最高效的 如果要调整的话是怎样的方向 那还有一些财务的咨询 当然你刚刚说到的技术的咨询有很多 以前我理解可能是帮大企业去做一些 ERP的时候 那ERP就是企业大家协同办公的这个软件 一端是大家平时在干活的这个外企的人 一端是工程师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直接沟通 那中间可能需要有一个咨询去帮他们梳理说 这一家公司日常工作是需要这样环节 这样环节 工程师去理解说 OK那我软件开发就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是以前比较传统的技术咨询 那其实现在随着技术本身的快速发展 会有越来越多的细分的方向 比如说类似基于云Cloud的 然后基于现在大数据的一些赋能 我可以帮你搭建一个平台 你怎么去更高效的去收集这些数据 管理这些数据 就咨询本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门类 有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公司 他们其实是在强调自己整合的能力 你说客户端的趋势还是咨询公司的趋势 其实这两个是一回事 就咨询公司它本身的趋势是 你会发现一家公司 它如果只有单一的能力的话 它越来越难生存下去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麦肯锡 他们近两年的发力方向 很可能都是数字化 是精力生产 是组织效率 这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 客户来讲要解决他的问题 可能既需要战略 也需要管理 也需要运营 其实他某种程度上 是在寻求一整套的几个方案 而如果你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versus你只有一个单一的方案的话 肯定会更有优势 所以不管是通过自己组织内部 孵化不同的业务线 还是去收购外面那些小的咨询公司 我把它收编过来 变成我自己的一些部门 这些是我们就经常能看到的事情 当你入了这行之后 你有没有一些地方 让你觉得和你大学里 对咨询的认知会比较不一样呢 不一样的地方 是你对很多东西的理解 会更深入以及更细致 比如说在做case interview的时候 问面试官 你有没有材料给我 面试官把你有的给我 然后我进一步去分析 其实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很大的一个体会跟感受是 你要搞到那一些用来分析的资料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我明白 就是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这只是一句很简短的对话 但其实你真的要工作当中 你要去搜集这些数 整理这些数 检验这些数 可能是一件非常非常耗费时间 和心力的事情 你的理解会说 原来没有一件事情 是天上掉下来的 每件事情其实都是要你自己亲手 去把它从一片混沌当中 慢慢梳理出一个头绪来 一开始事件挺痛苦的事情 但到后期可能这就是成长 在你说混沌中 梳理出头绪过程上 你觉得有一些痛苦 相当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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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可能需要花很久的时间 才能够知道 你原来以为的一个概念的词 在客户的language里 它是怎么说的 你可能拿到客户的一些材料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它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但其实你们在说的是一回事 对 只是用的词会不一样 只是用的term不一样 或者是我们大家的习惯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或者他们有一些tabu 是有一些禁忌 就是你本身是不能讲的 或者等等等等等等 对 万一数据本身有不一样怎么办 是因为大家的口径不同 时间不同 source本身不同 还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有人为加工的成分 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雷 很多的坑 甚至你最终你分析出来之后 会发现 这个结论四个人都知道 大家更喜欢健康的东西 大家更喜欢绿色的东西 大家觉得环保是个问题 你辛辛苦苦 你做了很多发现 终于出来结 终于出来结果了 然后发现怎么 那就是这样 就是你会真正理解到 在我们产出一份很漂亮的 对客户很有帮助的报告的背后 它可能会经历一个多么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你实际工作之后 你的体会会更胜一点 那你们作为这些报告 大致要用哪些软件呢 比方说你会用到PPT或XL 还有其他的技能的需要吗 我们以最低标准来说 微软的一些软件 其实都已经能够cover了 当然你会XL和你XL做得很好 两回事 当然现在一些趋势是有越来越多的工具 我们本来可能在PPT里面 我们把一些图表或者一些数据放上来 但我们现在有Power BI 我们有WU 我们可以有更加可视化的方式 把这些数据呈现出来 或者说我们本身是用XL去run一些model 但我们发现数据量太大 那我们会用SQL SQL也不行 那我们现在用Python 对吧 本身这个行业也是在快速的迭代跟进化 这个技能的问题 它都是通过练习 都是能够改善的 不是真正的挑战和难点所在 所以在入行的时候 重点并不是说你XL多强 而是你是否具备一个consultant 需要那样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其说我们希望能招到一个人 XL特别好 他精通所有快捷键 但我希望能够招到一个 即使很慢 但是能够把一个逻辑 很清楚的用公式表现出来的 可能它的公式只有几行 但是它的逻辑非常清晰 它没有用到任何的快捷键 但我觉得它的价值会远远高于前面那一个 XL的robot 对吗 实际来说给大家讲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本身的专业还是要学好 虽然他们有可能跟咨询没有关系 但是出于效率的考虑 我们本身还是希望能够招到一些 在academic上有证明的一些学生 那它证明的是 OK你至少能够把本专业的东西 能够学好学扎实 至于它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到你以后的工作 其实不一定 因为如果我本身在我的专业上 我成绩不好 我怎么能够说服这家公司说 我以后在一些新的事情上 我能学得好呢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去了解一些有关case interview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 目击性很明确的 我一定要通过这个东西 多久多久能拿到offer的一个过程 就如果你平时很闲 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提升你自己的方法 你会发现自己在别的很多事情上 是有提升的 那第三个其实是锻炼好身体 非常实际的考虑 能够承受这个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 你身体好你什么都好 你应该也很了解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你身体不好熬不了业 什么都别谈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朦胧的了解一个 不管是行业也好 还是别人的生活方式的也好 我们都是很容易去羡慕别人的 很容易能够放大他描述当中那些很吸引人的东西 然后去跟自己的生活做对比 我觉得我的生活怎么那么无聊 怎么那么没意思 那我的建议其实就是你真的试试看 他们是不是真的你喜欢的 他们是不是真的你想要的 以及他们在那么光鲜的背后 是不是有很多很辛苦的付出 或者说难以表达出来的一些很纠结的地方 有可能会打破你的幻想 但至少你可以收获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 如果是喜欢的就最好 那真的非常感谢戴伦 也希望大家从这两周的视频里能够收获许多 然后对你们家人的职业选择也会有所帮助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 拜拜